另外几个动向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5月12、23 应越南共产党的邀请 大陆中联部的部长的助理 去访问越南 所以双方党的一个对接 还有一个中国大陆跟柬埔寨 金龙24的一个连演 时间是5月16号到5月30号 人数当然比不上肩并肩 但它的规模没有比较小 你看到它派出了舰艇 全球最先进的船无登陆舰 齐连山舰071 另外还有一艘071 两艘071船无的登陆舰 同时在柬埔寨 东南亚国家非常罕见 然后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亮哥怎么看待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 这一连颤的布局 我觉得大陆 中国大陆最高的目标就是 这个孤立菲律宾 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让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站在他这一边 那东南亚国家 对菲律宾的行为都不说话 虽然他们也不方便出来指责 毕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他们都没有挺菲律宾 对 那最近我们还看到 这个后任新加坡的总理黄寻才 讲话讲得很大 很白啊 他说南海不是只有美国一个 不是独大 这个话其实讲得很白 我其实黄军才讲了两句大白话 我非常意外 因为菲律宾的总理把话讲到这个程度 第一句话就说 美国不是独大 那第二句话说 我们不会跟台独私利有所往来 因为他大概预期 台湾就下一个菲律宾这样 那这两句话事实上就是意味着 其实东南亚的国家在看事情 他们还是心里有一把尺 就觉得你是不是过头了 那么他们只是没有对你做评论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就是他的最高就是 第一个就是东南亚其南国家 是不是站在我这边 或者我们不要用这个词了 就是说 至少他们还是希望 南海行为准则这个立场 那中国大陆守的就是 东南亚国家是支持 南海行为准则的 那你菲律宾跟美国这样的动作 是过头了 炒作过头了 那第三就是他不要 他不要发动一些动作 让菲律宾可能产生死伤 让你有更大的题目可以做 对 所以我才问亮哥 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你觉得会不会有意外 所以你看他现在做了动作 我说中国大陆做的 他没有去强行把那个船拖走 因为那个船上面有人 有士兵嘛 那到时候一定会有拉扯行为 那难免不会有人受伤 对不对 那比如说 黄岩岛他就把那个军舰05 开到这边嘛 就说你美国你进来试试看 他是针对美国啦 他不要针对菲律宾啦 那至于菲律宾就变成社会运动 搞个百船齐发这一种 我估计还是喷水啦 那了不起就是用浮标隔开 让你不能进去啦 因为这个动作他以前也做过 那或者动员比你更多的船 把你围在外面 那最多的一个动作 顶多是 我本来仙兵礁不一定要填啦 那我现在就干脆 把仙兵礁也给填了 因为仙兵礁跟美济礁 刚好把仁爱礁包在里面嘛 那就是说那 事实上他有美济礁已经够了 因为那个巴拉旺没有那么伟大啦 他美济礁已经足够用了 而且美济礁那个岛也蛮大的 他特别去又要催填 那个仙兵礁啊 就是为了仁爱礁啊 就是说那我总要做个动作 表示我我对你这个行为 相当不以为然 那可是呢 他动作又没有大到说 要把那个破船拖走 所以你从这里大概就会看到他 我觉得他是把可以做的行为 区分的很细啦 那最后你就看出凸显出几个原则啦 就是南海行为准则 然后让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跟我站在一起 那第二不要让你有制造死伤的机会 让你能够上钢 可是呢我还是要表达我的不满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行动 包括喷水 包括把军舰放在这个黄元岛附近 来做最后的准备 万一美国冲进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对于你社会运动模式 那我也会做一些动员 那就名对名啊 海巡对海巡啊 那可是我的数量会比你多 那然后就是要吹点仙兵礁 大概是这样 可是他不会真的去撞菲律宾的船啊 我认为不会 当然更不会有武装上的冲突 我认为会有这种比较剧烈的冲突 一定是针对美国的啦 不是针对菲律宾的 好所以菲律宾也讲了嘛 同样他们的标配会邀请这个各国的记者一起来 所以到时候会有一艘船带着所有的记者 你就会看到过两天之后 各式各样的画面出来啊 好 稍后财经题我留给委员 我先问一下借账时好了 这个大陆已经官宣了啊 这个应习近平的邀请啊 普丁16 17对中国进行国师访问 本来预估是15 16嘛 本来还说说不定会先去土耳其 现在已经定了15号 16号 所以是one night in Beijing 对不对一个晚上啊 然后另外呢 其实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已经流传 在5月12号就有5架俄罗斯的大型运输机 已经到了北京首都机场 当然这个普丁要来嘛 所以这个各式各样的准备啊 防弹汽车啊 还有所有的控制通讯系统啊等等 通通都要来啊 早就对接好了 5架这个大型运输机 5月12号就来了 那当然在这个俄乌的这个战场上啊 真的是俄罗斯现在势如破竹 乌克兰就是崩溃 崩溃 再崩溃 其中的哈尔克夫我们昨天有特别讨论到 你就看到哈尔克夫前线的指挥官 最近忍不下去 他展示了一支空拍的影片 这空拍影片大家惊呆了 在他驻守的哈尔克夫 没有所谓的第一道防线 他说俄罗斯怎么攻占就直接走进来 就这样 直接走进来 这个乌克兰没有任何的防御攻势 没有任何地雷区 就是完全不设防啊 完全不哦 他极其愤怒 他是指挥官 他说什么 要不是疏失又是贪腐 我们不是失败 这是根本不是被背叛嘛 他骂谁 当然是骂泽文斯基团队啊 对不对 哈尔克夫这么重要 完全不设防案 这个是哈尔克夫的前线指挥官 讲完之后立刻被撤换 立刻被撤换啊 好 另外一头你就知道了嘛 然后这个乌克兰官员也说 这个俄罗斯军队用飞弹无人机等等 好几个城市大规模的攻击 横穿乌克兰 进行疯狂的轰炸 那当然与此同时了 这个日本也也来这个蹭一咖 再再度讲到这个南千岛群岛 就是日本讲的北方四岛 再度宣示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等等等之类的 就像比中国大陆这个吹沙田岛一样 所以当时的房长邵一谷 当然现在他换了个位置 他就告诉大家 那所以呢我就要在这边盖一些 这个无线电基础的这个基础设施 整个把它盖起来 观察哨所盖起来 为了增强我们的这个主权 季大使谈一下普丁 普丁万奈在这个北京 你觉得这次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他能够到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是 这个俄罗斯的定海神圣 在经济上 在外交上 甚至在军事上 那么我觉得普丁 要了维持他的军心 要维持他的民心 跟中国的关系 几乎占到了五成以上的重要性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 德国专利招元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